嗨 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年萬聖節我們參加了 空軍基地舉辦了一邊潛水一邊磕南瓜的比賽 在沖繩駐軍有一項福利 就是可以和軍中單位租借便宜的潛水器材 或是 Kayak 獨木舟 Sub 和小船出海 今天的活動主辦單位有幫我們準備南瓜 還有磕南瓜需要的工具 我們要在15分鐘之內完成設計還有挖空南瓜 15分鐘穿裝備 然後在水底下有30分鐘可以磕南瓜 居然要在水下磕這麼大顆的南瓜 我都已經忘記我上次磕南瓜是什麼時候了 先換上潛水衣 等等就換我們上場了 因為安全考量工具居然是奶油刀 天啊 奶油刀真的可以嗎 你們看了Squid Game嗎 對 OK 2020年後 全部都不同了 所以這是新的Halobe 3分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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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快到了 天啊 我們兩個女生力氣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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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南瓜真的超硬的 而且用奶油刀磕真的很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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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下潛8公尺去海底 開什麼玩笑 這水底能見度真的超差的 水濁到快看不到南瓜本人 而且我覺得我好像被派去沙漠 遇到沙塵包需要玩什麼任務一樣 當天海流也比較大 要維持在同一個定點已經很不簡單了 還要一邊磕著南瓜 對了 南瓜福利不小 我們還要替他裝上胃 才不會磕一顆南瓜就飄走了 總共有十組競賽隊伍 大家都刻得超棒的 2021年紀念娜 Katina Marina 在水中 我們是 TEM7 投獎的獎品超棒的 是兩隻潛水手電筒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作品吧 這是我們刻的南瓜 可惜沒有得獎 沒關係 明年再來挑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掰掰